欢迎收看大白货有月,我是大白货 今天我要跟大家说的这部电影叫做1303大厦 非要说,咱们来看电影吧 这部电影说的是啥呢 说呀,咱们的女主金发妹今年也老大不小了 所以打算脱离老妈要出去当过了 要说现在这女孩找房子就没经验 连房子都没看就把合同给签了 这个事情要跟姐姐小不浪说说呀 小不浪就说了,行啊 你自己在外面住吧 反正在家里天天面对着喝酒的摇滚老妈 也不是谁都能好受的 就这样金发妹终于自由了 这回想跟谁嘿嘿嘿就跟谁嘿嘿嘿 想想就觉得很开心了 金发妹带着自己的行列 就来到了自己租房子的地方 第一次当然有些紧张了 我说的第一次是租房子 不过呀,住在这里的人 我咋就感觉有点怪怪的呢 在等电梯的时候 金发妹遇见了一个小女孩 当坐上电梯到自己公寓的时候 又看见了这个小女孩 这个金发妹就懵逼了 什么情况 这熊孩子咋比我坐电梯还快呢 来到自己租的房子之后 金发妹啊对自己的房子很满意啊 这空间 这设计 这格局 我是一点都没看出哪好啊 老话说了 有钱能买我乐意啊 感觉到自由的金发妹 内心呢是很欢快的 这感觉就好像 正准备开个红酒庆祝呢 开瓶器啊你说还坏的 那就去对面见一个吧 邻居家里啊 只有一开始遇见的那个小女孩 金发妹就说了 小妹妹啊 把你家开瓶器给小姐姐用用呗 谁知道小女孩却说了一句话 你还是赶紧滚毒的吧 上一个住你房间的女孩就是跳楼死的 这小孩宰了 不借就不借呗 你吓唬人干什么玩意呢 刚回到房间 又来了一个猥琐大叔 大叔就说了 那个老妹啊 我是物业的 我想进你屋里看看 是不是哪块垫不好啊 金发妹就说了 我屋里都挺好的 没毛病 这个大叔一看 人家老妹长得好看 就调戏人家一下 你说你这都是什么人呢 当天晚上 可能啊 是刚搬进新家 有点认床的原因 咱们的金发妹啊 就一直睡不好 那咱们就吃安眠药吧 吃完药啊 就更完了 他看见房门外好像有银 那就出去看看嘛 结果呀 出现一只女鬼 把金发妹打昏了 第二天一手 金发妹发现自己身上有伤 但是呢 忘记咋回事呢 还以为是吃药导致的梦游了呢 去公司上班啊 闺蜜还以为是被男朋友打的呢 虽然不知道是咋回事 但是呢 金发妹还是感觉房子不是很好 想要回家去住 但是呢 正好啊 姐姐小伯娘和妈妈吵架呢 小伯娘就说了 老妈呀 又耍九分了 还是别回来了 于是呢 就给男朋友酷酷哥打电话 让他过来陪自己 那酷酷哥就来了呀 酷酷哥很敷衍的 看了一遍房子之后 就进入正题了 千万不要问我啥正题 人家呀还是个孩子呢 嘿嘿嘿之后 到了晚上 酷酷哥前期找他有事 然后呢 酷酷哥就走了 这个时候 金发妹也醒了 听见浴室有声音 然后呢 就去看看 结果呀 又看见了女鬼 这回女鬼可不吓唬她了 直接把她推下了楼 正好死在酷酷哥面前 干啥呀 妹妹死后啊 咱们的姐姐小柏浪 就来准备收拾一下东西 还遇见了酷酷哥 小柏浪就说了 是不是你把我妹妹害死的 酷酷哥就说了 大姐呀 咱快别闹了 别啥死盆的都往我脑子上扣啊 在妹妹住过的地方 小柏浪看了一圈 感受一下妹妹 好像还在的感觉 但是为啥你妹妹都挂了 也没看见你伤心呢 小柏浪离开的时候啊 也遇见了之前的小女孩 小女孩就说了 你以后啊也别来了 我劝过你妹妹 他就是不听 小柏浪呢 肯定要抛根问点啊 小女孩只说了一句话 那房间里住了一对母女 他们会杀死住在房间里的人 好奇呀 害死猫 小柏浪第二天又来了 这回呢 在床上看见了自己妹妹的鬼魂 然后啊 还袭击了小柏浪 那小柏浪就得报警啊 结果警察来了以后 小柏浪就说呀 我也不知道是谁打的我 可能是幻觉打的我 警察大叔也懵逼了 我头一次听说幻觉能打人的呢 不过警察大叔 给了小柏浪这个房子的资料 这个房子呀 死过四个人 基本上都是年轻的妹子 都是住几天就跳楼了 第一个死的就是一对母女 女儿啊 把他妈妈杀了 然后呢 自己跳楼了 为了搞清楚到底是咋回事 妹妹到底是咋死的 小柏浪不顾老妈的反对 就去这个1303住了 当然了 他自己也是有点害怕的 然后呢 就叫了库库哥 当天晚上 女鬼呀还真出现了 但是呢 库库哥那家伙睡得老乡了 这女鬼呀 不管怎么在他身边捉腰 他都不在乎 看来遇见能睡得 连鬼都没招了 第二天一早 库库哥跟小柏浪打个招呼 就走了 又来了第二天晚上 小柏浪在浴室里悠闲的洗着澡 忽然呢 就被女鬼拉下了水 好不容易挣扎出来 发现客厅坐着猥琐大叔 说啥让小柏浪交房租 我妹妹都交完了 我还交什么房租 猥琐大叔就走了 没过一会儿 库库哥也来了 再陪小柏浪一晚看看 今天晚上啊 女鬼这回长心眼了 可不能等你睡了之后 这下好了 库库哥还不知道咋回事呢 就被女鬼给收拾了 小柏浪听见声音出去一看 完了完了 库库哥挂了 那就赶紧跑吧 这地方也太吓人了 结果一出门啊 看见猥琐大叔和小女孩了 猥琐大叔不让小柏浪走 原来呀 他们也都是鬼 这可咋等啊 小柏浪就回去拿刀要滋味啊 是自我保护的那个滋味啊 没想到老妈这个时候来了 要找小柏浪谈谈谈 这一来呀 看见小柏浪手里拿着刀 库库哥还死了 以为是小柏浪杀人了你 那得去欠去自己的女儿呀 悬崖勒马回头是岸呢 没想到女鬼呀 在后面推了一下老妈 然后呢 就撞在小柏浪的道上了 这下满毒子了 老妈也挂了 这回呀 就剩下小柏浪自己了 警察也来了 小柏浪是秀才御剑兵 有理都不听啊 小柏浪就被逮捕了 最后房间里的鬼魂还在 电影呢就结束了 这部电影告诉我们个啥道理呢 以后有钱呢 也别买高层了 买个大瓦房多好 就算脑瓜子朝下 从窗户掉下去都没事 好了 今天就到这了 我们下期见 摸摸摸